要不咱们今天 先在这里凑合住一晚上 明天再找别的路 这里 我 疼死了 你检查就正好了 本世子现在命令你 今天晚上 去生火做饭给我吃 本世子饿死了 我做饭 那你呢 你做饭 本世子看你做饭呀 我今天走了一整天 我的腿现在都站不直啊 弄完了你还得帮我按摩 想得美 还能按摩呢 这里什么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做嘛 今天的晚餐 你别口了 你就等着吃吧 段月容 哪怕我对你千般万般好 也比不上这个捡来的花木槿 可原家的女人 你沾染了就是死了 好 就让我替你除去这个祸害吧 不行 我根本就不是木丫头 我不能欺骗四公子 更不能对不起木槿 如今王子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你看他现在既狂躁又恐惧的 碧莹姑娘 现在只有你能让他安静下来 如果你不做木丫头 就真的没人能救王子了 可木槿是我的亲人呀 我不能做这种夺人所爱 背心弃异之事 你太单纯了 你根本不知道 所谓亲人的真面目 你什么意思 当你被原家二小姐责打以后 上市恢复极满 整个人如废人一般 很长时间不见好转 你可怎还记得 那是因为 因为你中了一种叫刘光散的慢性毒药 慢性毒药 你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在你身体不适的时候 正是花木槿让你吃一种 叫做人参养荣丸的东西 在这药盘之中 掺杂了西域气毒刘光散 此毒能让人的身体迅速虚弱下去 最后暴毙而死 不可能 木槿为了我 宁愿跟锦绣反目 宁愿得砸一房呆一辈子 他怎么可能害我呢 再说了 后来我也一直在吃人参养荣丸 身体也没有再出现任何状况啊 那是因为我早就命阿米尔 把人参养荣丸 全换成了其他的补药 如果你不信 你现在就可以去问阿米尔 碧莹姑娘 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到了玉北斋 你的身体一天好过一天 郭先生 你一定是为了让我冒充木槿 才故意这么说的 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既然你不信 那你为什么如此伤心 那你为什么会哭 那是因为你自己知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只是想继续欺骗自己 沉浸在于花木槿 虚假的情义之中 碧莹姑娘 这都是事实 碧莹姑娘 你没事吧 我觉得何欣 人心为什么可以如此恐怖 木槿 我不知道花木槿 为什么会下毒害你 让你的身体如废人一般 可是捋人品 你比她好一万倍 现在王子只亲近于你 让你做木丫头 碧莹姑娘 这是天意 碧莹姑娘 贡月果的未来 就在你手中了 老夫恳求你 留在王子身边照顾他 至少等他身体恢复过来 你看何复 碧莹姑娘 老夫恳求你了 现在真的没有人能救王子 只有你能救王子了 如果你不答应 果然就不起来 郭先生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